一大早綠營軍團守在高雄市政府門口 要韓市長給個交代 為何被評比的市政滿意度這麼差 沒想到韓國瑜親自出馬 邀請綠委錦市府喝咖啡聊聊天 但難道怕是鴻門宴 民黨立委跟議員們怎麼都卻步了 韓國瑜帶頭請這些抗議他的民旦們入內 最後大家圍著座 果真一開頭就來者不善 乾脆你就辭掉市長 放過高雄市民 專心選你的總統 讓高雄市民能夠有一個好的市長來做事吧 假的嗎 重點 不搶話語權先聽各位把話說完 面對綠委們親門踏戶 韓國瑜落落大方 直求對決 我們不敢往臉上貼金 認為自己多了不起 但是有幾樣指標 拜託立法委員跟議員去思考一下 第一 高雄的知名度 韓國瑜開始列舉高雄這段期間的改變 但綠營聽不下去 直接打斷 你如果說政令宣導的話 我想我們就 是政令宣導 我們只是議員 委員 你講完我都不跟你打岔 我希望你針對我們期待的問 韓國瑜繼續講立委賴雷龍 再插嘴一連檔的四次以上 被韓國瑜酸回去 是全世界在看高雄的笑話 讓我講話好不好 市長 高雄有史以來沒有這樣的曾經過 大委員 你又不守信用 你又打岔了 讓我們一起團結 插亮高雄 韓國瑜呼籲大家超越藍綠 要團結為高雄示證 綠營軍團不領情就是不領情 向高雄道歉 你說你的我喊我的誰都不讓步 今晚韓市長滿意度調車尾 但高雄改變如何 市民心中自己都有評分 趁機會說話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